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甲乙柄三个长度截面积跟相同外加电压 你把相同电压圈起来 那它的这个温度相同 也就是说温度不会影响到电阻系数 那我们现在呢遵守欧姆定律 请问它们的电阻律大小为这个大小的顺序为何 来我们这边的电阻呢 可以根据欧姆定律叫V3I 电阻就是V3I的比例值 那再来电阻还有跟谁有关呢 电阻还有跟电阻系数有关 或是你说电阻律 然后呢跟长度成正比 跟截面积成反比 那再来就是题目说的电压一样圈起来 OK 那我们就说这个时候的电阻律 就会正比于 来你把这个A乘过去L除下来 那A在上面 这个I在下面 然后呢L在下面 好所以如果要比的话 就把这些东西呢比一比就好了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Lol假比上Lol仪 比上Lol饼 来把这个数字都把它带进去 那截面积呢 来截面积它假的话是0.5在上面 那如果是以的话 以的话呢截面积是1 OK那丙的话也是1 好那再来I I摆下面 I这个是0.5 那这个呢是多少 这个是1 这个也是1 那再来 这个L摆下面 L摆下面这个是10 这个呢是20 那这个呢 饼的话是10 好接下来大概算一下 你发现呢 这个0.5跟这个0.5交掉 这个剩40分之1 这个20分之1 这个10分之1 所以呢谁是最大的 这个呢 这个是谁最大 这个丙最大 所以丙大于乙大于甲 所以丙大于乙大于甲 丙大于乙大于甲 单选C就可以了